19世紀中期美国大兴铁路西进 当时有多达一万两千名 主要来自广东的华裔工人 参与这项工程 美国劳工部9号 首度把这群华裔劳工 列入劳工名人堂 和多位美国劳工界先驱同业 要用他们刻苦耐劳的坚毅精神 华裔历史学者于荣一方 代表铁路华工家族 致辞指出 当时华裔劳工面临 种种不平等的待遇 云荣一方表示 过去纪念铁路完工的活动 鲜少提及华裔劳工的贡献 如今美国政府正视这段 被忽略的历史 令许多华工后代感到相当光荣